WiFi联盟正式宣布推出WiFi Certified 7认证计划,旨在满足使用者对沉浸式互动技术不断成长的需求。 WiFi Certified 7基于IEE802.11B技术,增强了2.4GHz、5GHz和6GHz频段的WiFi性能,带来尖端功能,以实现需要高吞吐量、更低延迟和更高可靠性的创新。 WiFi Certified 7支援的关键应用包括扩增实镜、虚拟实镜和扩充实镜R、VR、XR、沉浸式3D训练和超高清视讯串流。 WiFi Certified 7将促进全球互通性、强大的设备生态系统,并将现金的WiFi效能带入下一个联网装置时代。 WiFi 7引入320MHz频段,比现实广泛使用的6GHz频段的国家和地区扩增了一倍,多重连接模式技术亦可加强稳定性。 即提升吞吐量量、低延迟和更高可靠性的创新。 WiFi 7使用4096QAM调制技术,比WiFi 6的1024QAM提高了一倍,这意味着WiFi 7可以将更多的数据压缩到每个载波上,从而提高效率。 WiFi 7支持高达16个天线,比WiFi 6的8个天线提高了一倍,这意味着WiFi 7可以同时与更多的设备进行通信,从而提高容量。 WiFi 7的主要功能协同工作可谓需要一流可靠性的复杂用力,提供更高的资料吞吐量并支援确定性延迟。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。